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夸他是张国荣之后最看好者 没想到当时清风竟然推掉 他不后悔 但经纪人确决的也许做错决定 日前有传言 王妃将以三八一接真人秀节目 清风也将加入合作 今前清风另一经纪人2EN1表示 确实有收到邀请 但上面只写大咖明星 目前还在评说 清风则说 难度高 反而知道是王妃会更卸场 如果去偶像节目 第一轮就被刷掉 会很绝望 又来洽谈 还没到那一步 清风透露 五月底将在墾丁春浪 一个人身份演唱 这也是他在苏打绿修团后 首个在台公开大型演出 过去王家卫曾到简单生活节后才找清风 但因为没有在招牌墨镜 清风没有看出来 王家卫说 你是不是不见得我了 随意戴起墨镜 清风马上认出 但那时人晚去王家卫电影交约 经纪人林伟哲说其实线 在想想满后悔 清风对电影虽保持开放态度 但说 除非一直当花瓶 在后面唱歌 对于被王家卫 看好是张国荣接班人 清风自嘲 我不是林青霞吗 林伟哲则很后悔 觉得当年没了清风 演王家卫电影 也许真是无判 清风将以个人身份 退出音乐作品 并在春浪现场 清风集沟 清风将以个人身份 退出音乐作品 并在春浪现场 大方小山集沟